海軍一架S軌動C1反潛直升機 22號訓練時發生意外 但現在被質疑整起事件 海軍司令部是不是有意大事化銷 環雲第一時間 國防部在下午5點50分 才發布新聞稿 只簡單寫有4人受傷送醫 沒想到隔4分鐘 總統府大會報告 這樣的還比他們詳細 說確實有一名機工長傷勢嚴重 直到6點43分 海軍司令部才再補充 證實機工長2到3度燒燙傷 就連通報時間 傳出明明直升機3點55分 就迫降神鷹營區 一小時左右橫山指揮所 是自己網搜才發現 5點戰情系統查詢確認 而且5點50分 海軍司令部新聞稿稱眾落地 也傳當時艦指部是以迫降回報 一個小時是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10秒鐘我立刻打電話 就立刻給司令 那這樣聽起來 這速度堪比追不上高鐵 就連事故原因 司令部稱是重落地 但專家直言不可能 那我認為飛機是迫降 而不是重落地 我初步看到它零件能夠噴飛 到那麼遠 到幾百公尺外面 那是甩出去的 離心力怎麼甩出去 那這樣子飛機有問題有故障 那就回來緊急落地 若失重落地 按理說是在可操控情況下 不正常落地 事件發生以後 本部依照規定 尋系統 向各級來實施回報 在這一部分 我們也會列入調查 直接調查 又不知還要多久 TVBS 烏克林 李子恆 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